啊 我爸爸开始了 他的问题 男人的费劲了 妈咪哈喽 哈喽 我爸爸刚才又问我了 里面有厕所的吗 里面有厕所的吗 有很多 他很多问题 他从出门就开始问我 我们当什么厕所 然后刚才吃的那个面 是什么面 面里面放的是什么馄饨 早安大家 今天这一集会是我们的旅游Vlog 是我的家 跟他的家一起 我们去的是 陈族 因为我爸爸讲他一直想要去中国看看 这个他的一个小梦 对对 这个旅游是我家人的 第一次去中国的一个体验来的 一家大小老少妇孺 全部都在这个旅游 你们会这样手牵手一直到中国吗 会会会 哦 ok ok 不要放手啊 啊 我妈咪一更好笑 你一两谁啊 自己 自己带来 然后Custom要到了 我要现场喝完它 所以我们的Acea 还是跟上一次越南旅游的 是找团的 因为团呢 我们有一家大小吗 怎样都是比较方便 跟快速的解决移动的问题 这次找到一个团叫做P for Travel 他这是把最好的都给我们 然后还有免费把我们升级一些五星酒店 然后我们十个人给我们做一个小团吃的 你知道啊 老人家最怕就是跟班三十人的那种 其实就是很赶 但是我们现在小团吃嘛 就是我们想想你就去哪里 我第一次去中国 哇 开心哦 一直讲想要去中国了 你想象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这不是很脏 然后那个厕所很脏 然后很干风 没有了 现在中国很先进啊 还厉害过我们 可以当地的 可以当地的 哇 到了成都 到了 超 然后我们一下几哦 T for Travel的岛屿已经在等我们了 等下我们大概两个小时 阿爸你们都穿到去雪山了 我们就去成都不了 这是我们的Bus 很Q 我刚才发现这个Vent 其实它是可以在22人 但是它就转成在我们十个人 所以我们就只有两个行程啦 今天第一餐我们就来到了 黄龙溪谷 第一次去冬天国家 是哦 有什么感想 嗯 不问 好像云顶这样咯 很像云顶 哦 现在像云顶啊 等一下你就知道 因为我妈咪穿了光腿生气 不好意思 当然是像云顶 脱掉看 我们上次去越南惠岸 有没有觉得这边漂亮过越南惠岸 有 肯定 因为我家人叻 上一次出国我们是去越南 然后那个惠岸骨子 他们就一直哇哇哇哇哇 然后现在来到这个 黄龙溪谷 突然觉得 真的没太多啊 晚上好冷啊 我们现在来到了井里谷街 我一开始来讲 诶 这地方行 好像来过耶 我上一次来成都就是我拍那个华为5G鸡站的时候 然后晚上我们就是来这个井里谷街 这个就是兔肉 手丝兔肉 然后这个是兔头 兔头 兔头 麻辣味的 盐味的 那我妈咪问我 这么会吃兔子那么残忍 这边的兔子呢 它是没有毛的 然后它是专门养来给人家吃的 它叫做肉兔 兔头 兔头是它的国民美食 每个人都喜欢吃的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Culture Shop 这个菜色真的没有 第一餐这样丰富啊 粉丝下包 这个是烧鸡 各位今晚的晚餐好了 这个北京烤鸭油 我在北京吃的感觉 这个好吃哦 点糖是重点啊 我们的汤都吃过很好吃的 这个更好吃的 这个 汤榜菜咯 现在我们遇到一个紧急状况就是 刚才导要跟我们讲 我们明天呢 是要去酒栽狗的 然后再去打鼓兵船 这个是我们的路线啊 然后他讲 感冒的人 95%都是会有高原反应 高原反应就包括 头痛 头晕 然后现在我是 就是一个很重感冒的情况 然后买一个叫做高原安的药 我们明天还要准备可乐 他说上山的时候有需要帮助到 还讲这个trip要担心老人家 我就要担心我自己比较惨 咳咳咳咳 早安今天是成都day 2 今天我们的行程就是没有留在成都了啦 我们就会去到周边往高山去 看昨天晚上就给我买了那个氧气瓶 还有那个高原安 什么鬼都吃了 什么都放进嘴巴就对了 但是anyway 早上我就已经马上找旅行社 t4travel他们去讨论这个事情 因为我只能紧张 我觉得我大概就是最过分的奥客了 今天的行程 今天改 旅行社那边也马上的去跟我相处了 一系列的方案 呈现旅行社 今天我跟我妈咪的母女装 很巧的 两个出门就穿了这个红色的外套 看我们看到什么 啊啊啊啊啊啊 这个叫毛牛 很cute咧 后面这边就是蝶西孩子 因为这边没有海 湖泊他们就叫孩子 当作是海了 还有粉红色的hairband 超cute咧 哇我们没进来有special 那个牛会冻咧 哇打横这个横关 很太美了吧 我们已经不再是越南trip了 我们有photographer了 很美 等着坐下坐下 突然间就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就发了 现在海拔是2900的 一直在玩 哇雪山 第一次看雪 第一次看到雪 老游脚不可以太兴奋 现在要慢慢因为这边搞海拔 太兴奋会搞反 现在是零下2度 第四干雪 完了一下丢雪之后 现在开始感觉到一点点缺氧的晕 你头晕啊 有一点点啊 所以要放慢一点脚步 深呼吸一下 不要兴奋 休息一下 它真的很像假的 你才一幅画 本来就感冒了 给你上去 好嘞 这个给倒油妈了 这样他不舒服 就不要在那边冷这样久了 叫他快点上车 今天晚餐是吃脏菜 但是我们不能排完全部 因为太冷了 有一道就吃一道 因为很快就冷了 我觉得很好吃 这个粉丝包 然后它也是有些很特别的 比如说这个 有点像我们的糯米鸡 但是它是辣的 然后还有这种鸡蛋干 好吃 好吃 我发现我们在成都 目前为止随便吃 都是十多道菜几条 十一十二道吧 太多了 每天吃不完 这个叫小饼 当地特色食物 只有酒在沟才有的 这是旅行社给我们家的 有整个鱼 刚才会有那种蛮光 有火腿 有两家 印度人的葡萄 葡萄 但是葡萄没有甜 哇今晚的酒店好美啊 有小客厅有床有浴缸 现在是Day2成都的晚上 然后刚刚凉了一下 已经烧到38度了 我刚才已经吃了 两粒Panadine 两个发烧药 一杯克药水 一粒Antibiot 然后还有还没有说那种是高原反应的药 你不认得我是谁啊 你看全部包得好像Ninja这样子 哇 好像去爬Mount Kina Baru这样啊 全部一个两个 OK现在我们就正式入景区了 就是酒在沟景区 太阳还没有出来 所以温度非常非常低 你看我们包成这样子董 对于还在生病的我真的是 吃不消 拉萨的钟 哇好好看哦 我们已经 不懂像什么样子了 认不出了 有吗出人 哦有耶 哇很大眼 哎呦很狼狈哦 你看我你看我 我出来了 喂 你这根不是来的 好像大眼了你 阿爸 阿爸 你少走给你 阿爸 很像 哇 我们一直讲很像星星 笑到不停了 各位我们终于到了 这边就是酒在沟 是不是很漂亮 真是没有调色的 蓝蓝的湖 哇超美的 晚上一幅画咧 上下楼梯 有一点缺 休息一下先 这个顶着我觉得好值得哦 真的好好看好美 对好味 手指头都很痛 还小啊你 3岁啊 3岁啊 耶 80岁 好辛苦哦 压下去这个五彩池 那边呢 走 走 脚很痛 终于到了 五彩池 为什么我叫五彩池呢 导游家 因为它有很多个颜色 很多不同的蓝 哦真的蓝耶 妈妈的Post 亚洲父母的Post 我妈妈的日常 就是拍照 各种Post Post还比我多 午餐时间 现在来检讨照片啊 这个是我妈咪拍的 来妈咪拍的看一下 OK 妈咪拍的照片 OK看一下 阿肯相机拍的 哇 哇 差很远哦 放在一起 哇 差很远耶 有摄影师就是好 所以每个团以后记得带我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了 知道了 大家看下越南的照片 跟我们这个 酒栽国照片就懂了 这是不带摄影师 这是带了摄影师 这是带了摄影师 摄影师 这边呢 明珠峰 张福啊 张福啊 哇很Q耶 我觉得这个就是 张祖女孩的穿搭 成都Day4 今天我们的路线就是向着冰山前进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经过宋潘古城 所以今天我们的行程就是 呃 Travel 然后中间的一些景点走走看看 主要是明天的大孤冰川 整个开来的路上都是雪 喂这是冰耶 这不是雪耶 这是硬硬的耶 哇很滑 太滑了 看水池都已经结冰掉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宋潘古城 这边就是一个很老旧很老旧 很有历史痕迹的一个 城墙的商圈吧 但是我觉得这边店有一点modern 因为我看到Lucking Coffee 应该算是比较时髦的地方 那后面这个就是松州 来弟弟来帮你拍 也就是松潘古城的另外一个名字 这古街其实很有feel一下 然后只是如果时间长一点就可以慢慢逛 因为我们感觉要吃午餐 很值得来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毛牛肉 这个烤毛牛肉超好吃的 好吃吗弟弟 好吃 好吃 来拜拜 吃高路咯 我想买多多怎么办 毛牛肉就是我那时期的那个 没有 有点快我们可以给一个 毛牛仔一个 哎呀 无球坦 米好吃吗 是不是很好吃 牛肉都可以在那边买羊肉串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摩尼沟 就是要走一个步道上去看瀑布的 哇这个森林 这到处都是那个圣诞树的树来的我 你给的调整呼吸 调整呼吸 然后也要上楼梯 然后我们现在海拔也是挺高的 所以就是可能会比较缺氧一点 因为这边都是森林 所以特别特别冷 真的很冷 路上还结冰了 有矿物质 可以喝的 哇很冷哦 哇很好喝但是很冷的 很甜 清甜 到了各位 这个就是 母女狗瀑布 好冷啊各位 现在一度罢了 我们还要进森林 看瀑布是吗 这时候咧 我本来想要找我妈咪的 但是她人已经走了 她说太冷 跟我姐姐一起一流元的家 跑回去车了 这叫我们两个 终于到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冒县 今天晚上就会在这边过夜 然后明天早上七点半 就要开始上打鼓了 这边应该是最靠近打鼓冰川的一个 rest stop 这样子啦我们就住这边 你看我后面几美嘛 热照金山 Hello 然后我们住了这个hotel 应不应该叫hotel呢 就是一间间 QQ这样哦 一个小village 哇 有mountain view耶 房间望出去 早上睡醒 有雪山 又是满满当当十多道菜的一餐 我们每一餐都是这样多道菜 看人家不甘心 然后拍下来 夸张哦 很夸张 这个很好吃 嗯 这个炸排骨很好吃 今天是Day 5 是最恐怖也是最期待的一天 我已经把我全程上下最后衣服都套上去了 我现在的是四个床子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群里面是裤子有三层 襪子穿了两层 而且还有帽子的围巾 三层 准备 准备 OK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打鼓兵穿的 三脚 我们现在要走进去 搭车 然后就要坐缆车上去了 刚才有人讲你的帽子真好看咯 有 Cute哦 嘿嘿嘿 你看我妈咪 像不像Soul Park 刚刚去厕所换了全副武装 真是包到很够力 要准备上山了 冲 我们已经来到这里 是最靠近大鼓兵穿的 就是要搭这个缆车 我们现在要上去这里 然后就要上去雪山啦 啊 刚才导游有讲 我们接下来的动作全部要放慢 RELAX 不然的话会有高反 我们云顶的是什么 古吉庙 云顶一千五百海拔罢了 云顶的锁到 风几大你看那个沙 上面有一个最孤独的咖啡屋 我们就姑且看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孤独先 真的孤独我这样搞 我觉得会人杀人海啊 我觉得会人杀人海啊 凉哦十三 凉哦十三 凉哦 凉哦吗 在玩玩满地那边拍的啊 开始有高原反应了可恩 我上下头一样了 你看冰山讲话都已经出烟了 colonial头冰山 晰阳真的要消 我小其口 呢没有那么晕 终于来到达谷冰川了 好冷啊 四个小时后我们回到来了 城市了啦 No more雪山 我们现在来到了都江宴 因为我们明天是要去看熊毛的 我们今天的晚餐是吃火锅 哇 四川火锅 哇 很好料哦 但是我爸只可以吃中间那个清糖果 冰山下来生病了 今晚吃药 我们的朋友很能吃辣的 在四川只能吃微辣 他讲中辣他要死掉了 四川麻辣 第一口 第一口 哇 哇 它的麻辣真的很香 今天第一步龙子 我们 因为昨天讲来到了独江宴了嘛 等一下我们就去看熊毛 看完熊猫了之后呢 我们就回成都了 所以我们 那边那边是跳额背舞吗 不是那边 我没拍一个银发 我没拍一个 这是熊猫广场 哇 果然很熊猫啊 我好像有一个人在帮他洗肚子哦 我本来以为来看熊猫有什么特别 这样多人来看的啊 现在你就知道什么特别 我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去找八找来看熊猫 是真的很多人 人善人好 看到了 看到了 他在吃竹子 哇 吃得很努力耶 给他擦瘦啊 给他擦瘦了 一个叫隆隆 一个叫鹅眉 但是 不懂谁是谁 这个 这个很cute耶 你看他的 场子 打卡四川熊猫 现在我们来到了鹅眉山 然后我爸爸终于下车了 我没拍的金发特是异道来的啦 你看你看那个爸爸的样子 蛤 要上去啊 你看啊 你看啊 东奖啊 对啊 哈哈 原来我们刚刚去的那个寺庙叫做浮虎寺 然后我们就走两步过来 叫做 豹果寺 这个 看起来比较漂亮 看福利堂皇他门口还有两个麒麟 我搭一公尺几种耶 我带都这么长啊 我来买 我来买 我来说 正式的金发 有两个 正式的金发 它有水味 你走啦 哇 好贵耶 好吃 有种子了吗 没有种子了 没有种子了 好吃 今天的晚餐我们是云南菌汤锅 然后这是我们自己的蜜汁 等一下煮出来的菌汤是很鲜的 你吃了会很好吃的 这个是什么真的虫啊 还是东虫下草 东虫下草 猪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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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太大雾了 如果等一下还是不能的话 我们就不要等了 我们就直接回城 导游刚才早上又来了 这样我们不要穿短袖 哭口婆心 穿外套 然后一早就问我爸爸 吃药了吗 我们都没有爸爸吃药了吗 他比我们显问 我们从9点半等到现在11点了 那一点都没有要消散的意思 然后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 所以我们就要走了 拜拜热闪大坡 没有去到 终于到成都了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每次在抖音上面才看到的 成都宽窄巷子 然后这个是窄巷子 这边的街道就是由宽窄窄窄的巷子行程 很多人 非常多人 哇这个 pickup line 很好欸 哇这个呼吸很长欸 他这个行 都是兔兔们 太多兔子了 到时候都是兔头 这个太强了 他看到这个女孩子 他就剪出来 他不是画偶是剪喔 高手真的在拧剪 太厉害了 单靠看了就可以剪出来 今天的晚餐是free flow 就是扔家 然后啤酒也是扔喝 再来一口走一波 来走一波 来啊 来走一波 来走一波 来喝酒先 喝酒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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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下 来一下 早安 今天是在成都的day 我们等一下就要去机场好了 但是去机场前 最后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要体验一下成都人的生活就是去人民公园喝早茶 这个就是我们的茶 这个叫什么 真的是喝茶罢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三大泡 三大泡 三立啊 三个大泡 他刚才就是b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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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三大泡 要这样 这是盖茶 你煮什么 你煮什么 煮什么茶来的 不知道 这个是好香喔 要回家呢 我们的八千七的成都之旅就这样结束了 总结来讲我觉得 但是幸好有跟团 然后每年吃十五十六道菜左右啦 然后我们的导游也很好 酒店也很好 就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人的话我觉得是跟团 真的是最好最好了 然后他们全部没有任何的怨言 全部都 上不绝口 然后这一次呢 算是我父母第一次去中国行 他们对于中国的印象就是很先进 就是完全摆脱以前他们对于中国的一些老族想法就是 全然很暗张 还没有闻的话 其实整体来讲他们觉得还可以 然后飞行真的很美 乌亚鸡风筝 真的不是开玩笑 非常漂亮 就是雪山 真的是有点太极端了 对于第一次去冬天他们来讲 有点太困难了 可能下一次我们再去玩的话 就是找气温比较适中的一点 就不要直接到零度的那一种 比较适中一点的那种 下一次我们的Family Trip勒 是去越南 然后这一次我们去四川 等你期待我们下一次Family Trip 到底会去哪里勒? 然后至于我们这次四川的团勒 就是跟T4Travel嘛 如果你们想要跟我有一个同款的行程 你们也想要带父母 然后不要用 的刷勒 你们就可以跟我 这个行程你们可以PM吧 我们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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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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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经历了